《永和福音中心》 永和福音中心 今天在我讲道前 我还是请大家看一个短片 是关于永和福音中心的 永和福音中心大概已经成立了快十年了 这个福音中心就是 这一年来是发展得比较完整的 因为我们每个福音中心的重点 或者特质都不太一样 这个是比较完整 现在他们已经有三百多人在那边聚会 所以我们看见神继续的 透过福音中心在当地 产生一个所谓的传福音的功能以外 也在那边发挥祂应该有的见证 等一下我请大家看一下这个短片 永和地区给我的认识是 它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城市 看到很多的年长者 他们其实非常需要跟人互动 有些长辈他们如果不走出家庭的话 他们可能就只是在家里发呆 吃尸地等 那好像没有盼望一样 我必须要忍耐 只有我忍耐我才能照顾美国另外一半 有一天我突然间感动觉得 是不是祷告可以让永和成为一个全世界基督徒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九十六年的一月 那么我们在整个教会的祝福拆派之下 我们到达了永和 然后正式开堂 我已经在一月里了 我打电话给所有的同工区木小组长 我说请你们晚上有空就过来了 我现在大肠还第三期 每一次的化疗我就是感觉到 神的化在治疗 强过一般性医院所谓的化学治疗 我相信你是一致者 我相信你是我的一切 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祝福大学 最后面我们的上午 我们的地方 年长者他们如果每个礼拜都有出来走动 有聚会 他们的心情会比较好 当我们不断地鼓励这些年长者 我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眼睛都会发亮 我全能的男人 我全能只依靠主 有主我不害怕 挥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世人不会看我们说什么 世人会看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什么 我们呈现出来 在最艰难中却还有喜乐 在极大的冲突中 却可以自然地有一个彼此饶恕 彼此相爱 世人会看见 这个生命是不一样的生命 这个生命我要 爱是什么 很久 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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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来寻求 你是上帝最爱的 你是兄弟 保备者 上帝最疼你 祂最爱你 我常常讲在教会服事 自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满足跟喜乐 因为有很多很好的同工 不能再传道 还有行政 他们真是为主很热心的摆上 赵牧师夫妇他们也过了七十 所以他们已经把这个教会的担子交给了接班的人 现在他留在母堂这边 在主任牧师办公室做顾问 帮助我处理还是处理蛮多的事情 其实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停下来 只是不同的角度 处理以他们的经验 以他们的智慧 帮助我处理许多的事情 永和里方福音中心并不大 所以他们现在主日有三堂聚会 还有礼拜六晚上还有个聚会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过了 快三百快四百人在那边 他们在前几年开了一个福音中心 叫蓝四角福音中心 所以真的看到神在透过他的教会 在做扩张的工作 当然这几年来 不只他们在扩张 也看到一些福音在扩张的当中 我们真的看到神 祂比较恩待我们 所以常常有问说 为什么神用礼良堂 在国内 在国外 或有时候弟兄姊妹 听到传在彼此交通的时候 感谢主神带助我们 有时候我做一下自己思想 我们神要用我们 因为我发现我们教会 有人说是一个很顺服的教会 传福音很有负担 很热忱的教会 这都对 我相信每个人的好爱当中 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 所以有神迹气势在他们当中 我都同意 不过单单从弟兄姊妹的角度 从教会 从人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个很愿意给的教会 所以我们给的越多 神就给我们越多 神给我们越多 我们就给的越多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扩张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是必然的扩张 因为这本来就是神创造的原则 就是神治理的原则 当然神对于教会 也是祂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心意 所以今天我想借着 各位的后书第九章六到十五节 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 叫蒙福的人生 蒙福的教会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 基本上主题是讲到 一个蒙福的教会 一个蒙福的人生 是一个给的人生 是一个给的教会 从这个六节到十五节 保罗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也好 真理是在六节到第十一节 那完以后 从十一节到第三 是做一个前面的一个进步的解释 坦白说 十四 十五节做前一步的 这个第一段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结论 一个所谓的一个总结 所以你可以说可以分成三段 但从这个解经的角度来 这是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思想 当然前面还有一些的背景 那背景我想今天就不用谈了 因为耶路撒冷在那时候有这个需要 所以保罗在对各人的教会说 你们不要忘记他们是你的弟兄 所以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你们不要忘记去帮助他们 鼓励他们 所以保罗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这是一个神的处理性的原则 特别对教会来讲 这是神一定要所谓的 借着祂的信使 祂也要看见教会做成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了解这段经文前 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更多后书第九章 第六节到十五节 若是你方便的话 我还是邀请你 我们一起站起来 让我全可以敬畏神的心 来读神的话语 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少中的少中的少收 多中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样善事 如经上所记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贫穷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那次种给撒种的 次粮给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他们种地的种子 又增添你们人意的果子 叫你们凡事富足 可以多多施舍 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因为办这供给的事 不但补圣徒的缺乏 而且叫许多人 越发感谢神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 得了凭据 知道你们任基督 顺服他的福音 多多地捐钱给他们和众人 便将荣耀归于神 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 显在你们心里 就切切地想念你们 为你们祈祷 感谢神 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再次对你所爱的教会来说话 因为我们相信你是那位命有就有 命力就力的那一位 当你对你的教会说话的时候 当你的教会凭着信心 应着顺服去领受的时候 你的话语 你的话语的应许 必定会显明在你的教会的里面 所以主啊 这时候我们来到我们面前 主啊 再次把我们的自己向你敞开 圣灵真理的灵再次来帮助我们每个人 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 要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 听我们的祷告 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感谢祷告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Amen 请坐 再说蒙福的人生 是一个能够给的人生 在整个的圣经里面 我常觉得到最后 就从一个只会得的人 成为一个能够给的人 只为一个自己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的人 成为一个愿意为别人需要 给给给给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主 一个重生得救人 一个极大极大的改变 我相信各位都可以为自己来做见证 过去我们担忧这个 担忧挂流 我们喜欢这个 贪这个 但我们信耶稣 我们就愿意 愿来愿意能够给出去 倒过来 这不仅是发生在教会的里面 在信仰的里面 其实这本来就是神 一个所谓的处理这个世界 在创造底下应该所发生的原则 所以这边用个字叫做 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 是用这个所谓的撒种跟收割 做一个比喻 那这个不仅是用在农作物 是用在所有的 包括你做生意 包括你在 这个不是做农作物了 包括你在比如说 这个所谓畜牧业 各样事情 或是你是做投资的 你总是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给的多 你收获 如果各样都正常的话 会给收的多 如果不给的话 就是你所有 你本来拥有很多 如果你不愿意投资 不愿意啥种 基本上就没有收入 基本上就没有收成 所以你给的越多 收的越多 所以真言是这样的说 这个十一章 二十四节 二十五节这样说 有失散的给出去 却跟这个家天 有吝啬过度的反制这个穷乏 好施舍的 逼得富裕 滋润人的 逼得滋润 基本上这是讲一个 所谓的 神在带领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运作 一个所谓的通常的原则 我很喜欢真言 因为我总是记得 我的老牧师告诉我 说他现在已经在主里面 他说永亮 如果你不会祷告 赶快读诗篇 所以诗篇一百五十篇 有蛮多可以学习 如果你不会做人 他说你赶快读真言 因为真言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 很多处理的事情 那你读到这个所谓的 刚刚读的真言 给的这个手 你发现真言 其实好几个地方 都出现这样的教导 换句话说 当你觉得不足的时候 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 怎么样才让你足 是要给 这不是成功神学 不是跟神换条件 这本来就是 神创造的原则 你单单回过台 因为这话是真的 第六节 是真的 换句话说 每个人听了 都能够听得懂 甚至听懂以后 每个人都能说 对啦 对啦 就是这样 所以不需要去辩驳的 不要去所谓的 很多的争论 你给的多 你就收的多 你不给就收不了 但是问题 讲是 然后是可以清楚 但不见得是这么的简单 就全然接受 所以在六节到第十一节 保罗做了蛮多的解释 所以这是他整个的思想的中心 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来 不仅要给 因为整个的话语的背景是 现在耶路上的弟兄姊妹 生活上有需要 有困难 所以这是外邦人 本来你要知道 外邦人跟犹谈是不来往 但是信主要成为一家人 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就是耶路上的犹太人 把福音带到外邦人 让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 那外邦人能够做什么 外邦人这时候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看到弟兄 在犹上的弟兄姊妹有需要 就把他们的需要 借着他们所摆上的捐献 然后让他们的需要 能够得到满足 那这三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所以在这个箴言的时候 第十九章十七节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把这经文背在信里面 十九章第十 他说怜悯贫穷的 就是借给耶华 有你帮助贫穷的 就是你借给耶华 他的善行耶华必赏还 你读这经文的时候 你蛮多的需要去思想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教会不仅是一个给的 我们教会特别特别 去注意那些有需要的人 从我们的社区的附近 一直到海外 匈牙利也好 缅甸也好 非洲也好 我们就看到那些需要的人 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当我们这样给的时候 用圣经文叫做借 今天我们用圣经去解释这一节经文 不是 这是神把他心意向我们打开 我会负你的责任 你给吧 你尽量给吧 你放心给吧 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亏损 那为什么保罗 正经文在进步的解释的时候 他会用第六到十一节 一来解这个事情 如果回去你多读几次 你发现保罗所讲的都是正面 因为这个除了是神的原则以外 保罗说这是每个基督徒 包括新的基督徒 叫哥云多教会的基督徒 他们这时候还没有受到 所谓太大的逼迫 他们需要一个操练 这不是因为逼迫 所以要站立得稳 这时候他们的生活还算安稳的时候 是有能力的时候 他们还是需要一个信念操练 这个信念操练是什么 就是给的操练 这是给的操练 为什么是这样呢 请大家留意保罗这样说的 你们个人要随着本心所拙定 不要作难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洗的 你看讲完这句话 保罗就讲了后面一大堆这句话 我不知道各位 我相信我们都会这样子 当你给的时候 你会有个思想 我要给多少 给多了 万一我需要的时候没有怎么办 如果给了少 好像又不太好 所以每事情都有一个叫做挣扎 或是有一个叫做斟酌 这边所说 酌定 这个字在原来文字是说 在你的心中 自己要有个答案 基本上是这样 你有个决定 你的决定不是in your head 你的决定是in your heart 讲到这时候 是讲到信心 信心摸颠 多过你的思想 多过你的思想所带出的对错 或是说多少的衡量 信心特别 不是说一点思想 你就在衡量 但最后的结论 是从你心里出来 以至于你才会甘心 才会乐意 而且这样的信心手 出来的时候 会胜过 其实一件事情 不过保罗把它分开来讲 一个叫做做难 一个叫做勉强 做难这个事情的意思 其实都是同一个观念 不过做难意思 就是说你给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痛苦 这个痛苦不见得一定是犯罪 意思说如果我现在都没有了 我再给 我明天怎么办 我家人怎么办 所以这个叫做做难 勉强是什么 勉强是当你给的时候 或是你跟你的妻子商量 给的时候 你的妻子说 不要给这么多了 或者你跟他说 你给多一点了 就是受人家的影响 然后不仅是你给的 但是这个勉强意思说 就别人的 要你给的多给你少 会影响你的心情 这个没有叫做绝对的对错 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这已经不是你做不做的事情 不是说你好像做好事的事情 也不是守一个宗教习惯的问题 这是你心中的 在神面前每一次的一个人考虑一个挣扎 每个人都走过 我绝对走过这条路 当我读完研究 那时候人在国外 所以找到第一个工作 其实我心里有蛮多思想 我刚才有跟大家聊过 那时候年轻人我很喜欢 一个就搞音响 一个就买个小跑车 我的老牧师说 永远我们这个是服侍主的人 我们要把出塑果子 他讲不是专经文 他讲旧约 都鼓励我们要线上出塑果子 我在思想什么叫出塑果子 所以我就把 这个所谓的拿到第一分薪水 就奉献 然后出塑果子还带助理管 所以每个月头 我把这个月的一口气都奉献 那马上就有人问了 那如果这月第二个礼拜有需要 你怎么办呢 如果到第四个礼拜的时候突然有需要 你怎么办呢 所以你就发现这是一个考虑 有一天 那时候我出来做事已经做一阵子了 我的妻子也出来做事也做一阵子了 有一天 我是家中的经济部长 他是我们家中的财政部长 所以钱怎么安排打算 然后他怎么的对这个障碍是他弄的事情 有一天我们去教会 我突然就问了 我们家奉献多少啊 我都搞不好 因为我不太管了 这个这个 反正我告诉我们奉献山 一个是十一奉献 一个是建堂奉献 一个是宣教奉献 他想一下 这一次因为那个是奉献 我们就写 我们在美国就写支票 我说我们到奉献多少 他讲一下 我突然在车上不讲话 因为我现在深信说 如果这样的奉献 我早应该可以买个Porsche 这个脑子一下闪过 有个Porsche闪过以后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你要买Porsche Go ahead 买Porsche 在车上七七复复 那我还是做直视 我还不是传道人 原来信心永远是跟着想法 跟神的期待 跟神的旨意 是一个落差 你才需要操练信心 如果都一模一样 你更不需要操练信心 而且操练的结果 永远不是神造你的意思 永远是你要造神的意思 我只是解释第七节 当这样的heart 你的心稳定下来了 你的心决定下来了 这叫甘心落意 相对的结果 这是神所喜悦的 原来在整个奉献的当中 捐献的里面 你不仅做一个对的事 做一个好的事等等 你在这个操练当中 你会发现 你的信心会被提升 所以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 这边所说的 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 你相信神的信使 你相信既然 种子是神给的 既然粮食是所给的 你不需要再去操心 种子给多了就没有粮食 粮食留多了就没种子 都是神给的 这时候你需要的 不是说你衡量 种子多 流多 洒多一点 还是粮流多一点 你的考虑是说 神啊 你的心意是什么 只要做得对 这时候你洒多了 这时候你流多 对我来讲 不是最重要 对我来讲是 你在神面 借着这个机会 操练你对于神的信心 或是你操练 对神的信靠跟顺服 我要告诉各位 到这些年间 神给我们的 没有缺乏过 二十一年前 我会在海湾的 因为就是二十一年 我的小女儿 我的大女儿是 是大学的三年级 我的小女儿刚进大学 她们两个差两年 我能回到台湾 基本上第一年 我还不知道 我去来服侍 虽然有些机会的 但是我还是寻求 到神要的 那周牧师也邀我进来 但第一年 我没有加入两趟 所以周牧师 真的对我很关心 那完以后 我要告诉各位 你在台湾 后来进到教会来 我拿了所有的薪水 大概百分之八十 是用来付我在美国的 健康保险 你听得懂吗 当然我们生活是很简单 所以生活不乱 但是孩子 他们的生活 他们学费 我很高兴地告诉各位 我们没有操心过 不是我们去向人家要 也不是什么 有人只是莫名其妙就跑 说牧师 你现在在台湾 你的家怎么维持 有什么需要 我说我都渴望 我们过得很好 只是我的孩子 这个我们还没用的 他们向大学 有时候我需要稍微地留意一下 他们的需要 他们就帮助我 我只是在说在这里 当然 我喜欢只做个例子 不要认为说 欧姆斯说他多厉害 没有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说 当你愿意摆上的时候 给的时候 神要我把我自己给你 你要我去哪里就去哪里 到哪里就到哪里 照人的想法 是 我应该想一想 你不要这么的 这个好像的 好像的 这个大方也好 是这么的 好像自由也好 那你不顾你的家人吗 你不顾你的教会吗 甚至我们教会 有很多爱 我们对我们怎么 穆斯人的孩子大一点 你再走吧 或是要去再去吧 我还是这样的说 原来一个基督徒 走在神的心的当中 只有一样事情该做的 就给 对神 你给神 所以你要放下你自己 那叫破碎 你要给人 的时候 什么叫给 就显出一个爱的行动 一个爱的行为来 所以不只是一个做好的事 也不是做一个宗教 要做事 这是一个心里面 一个灵里面 信心的成长 一个必须要操练的功课 但是这边玩意 其实我已经做了两年的 这个所谓的见证 因为我要讲后面一句话 所以后面的这句话是说 这样的话是 洲际贫穷 刚我也用到这个 所谓的洲际贫穷 好像是借给爷爷话的 这样的话 你的仁义存到永远 所以两个 撒种的种子 跟留下要成为良的种 都在神的手中 第二个 当你这样的一个操练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不仅做一些好事 而且会接触仁义的果实 因为你的生命会改变 你的生命改变 因为你的信心改变 你的信心是走在神的仁义 就是走在神的公义的里面 走在神的正直的里面 做神要你做对的事情 会不会这个 跟我今天出来做传来有关 我不敢说一定是这样 不过我想有些关 如果我过去 我没有这个观念 要给 你先坐四手 我想有一天神说 呼召说 永远你要出来 你要把你自己给我 可能我还出不来 这不容易 但是慢慢这样的走过来 所以最先给 也没怎么样 我赚钱不多 那慢慢赚钱多一点 慢慢我妻子也赚 后来给的时候 如果照十分之一 照这个这个 你突然发现 给的还不少 如果没有前面这样的给 后面这样给 我还听到Peter Wang 讲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给蛮多的 他讲到giving的时候 然后他玩意儿 他今天没有剩下多少 他说 就是你没有需要 你这样给 已经给不少 但是你还是说 他说 你还是要尽量的给 否则你给 比如说 你给这么一个素质 给了几年以后 你就麻木了 你的信心就不能够成长 所以这时候 你要寻求神 神啊 你还要给什么 不要以为给了那么多 我十分之一有 这个给 那个给 这个给 我已经给很多了 其他我自己用 P.E.N. 这样的说 否则 你的信心会停在那里 因为你觉得给的蛮多的 确实你给的蛮多 不是说你觉得而已 但是他的讨论 他的讨论是说 如果你觉得这就满意 你的信心也很难成长 所以保罗这边 一直用这句话叫 增添也好 多多也好 你给的多 你就大的 然后多多加给你们 原来到最后 你会发现 当这样给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你越给越多的时候 你发现 成为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这是神的原则 你就发现 原来在给的时候 不是一加一等于 也不是我给一块 赚一块块 或给一块 赚一块五 有点利息 No no 是倍增的问题 所以给 所以信心永远 不是你可以衡量 一加一等于二 信心有就没有 我常讲说 欧永远永远是零 我们都是零 只要前面加个一 就很管用 所以你零的很多 也无所谓 因为前面多加一个一 你就很多 不是这样吗 所以给 这是一个很重要 当然不只是财物 其实你的财干 其实你的时间 为什么一直鼓励 弟兄姊妹 我们从传染教 我们可以鼓励 弟兄姊妹 甚至我们为弟兄 做一些的 整合你的恩赐 你的财干 你的专业 甚至我们可以 做一些平台 但我一定要鼓励弟兄姊妹 你要参与 所谓的教会的服事 特别 我不喜欢用这个词 叫义工 也不叫志工 这是神的护照 如果说神的护照 出来给了这么多 你出来给时间 给你的精力 给你的财干 你有些什么东西 我说你的信心 一定会增长 信心不是坐在那边 听讲道而已 信心不是跟你谈 我可以写一本书 什么叫信心 但你完了以后 不见得你会有信心 我可以写一本书 什么叫做神的爱 到有一天 神的爱 还是在我的脑子里面 这个爱是显不出来 除非你要进到服事里面 除非你要进到给的里面 如果你真的问我 欧牧师 我在教会参加 有什么好处 我怎么会这样说 一样的好处 是你在世界上买不来 那个你的信心会增长 你的信心一定会增长 所以这边讲道 不仅是一个倍增的事情 这是一个 在圣经中所提到的 我们不仅要所谓的 在这个给的时候 我们要给 而且给的 刚刚说的时候 要心甘乐意 因为是经过一个性情的考验 所以到最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会发现 这是一个很能够荣耀神 蒙福的人生 是一个恩上加恩 福上加福的 我给你 我这个给的人蒙福 你接受我的给 所以你也蒙福 第三个很有意思 保罗在刚刚念经文说 就是我们这些 不是我给 但是我带着你给的 去给另外一个人 只要我参与的 虽然给是你们在给 我把人的奉献 带到匈牙利 去短圈带去 虽然不是我出的 但是的资源 是你们给 我是给他们 所以给你们蒙福 收的蒙福 但我中间有参与也蒙福 所以保罗很清楚 给绝对是神的信义 我还可以多讲一点这一点 不过我想 因为后面还有两点 我要把它finish掉 所以 第二个呢 所以我已经说了 第二点是解释第一点 第二大点是解释 因为保罗要讲一个 讲的不仅是讲的 刚刚那个一根源 还讲的一个很重要的 这边说到是什么 因着我们的给 别人能够经历到 他能够得到一个 经历到一个 所谓蒙福的人生 OK 让我解释 或者让保罗来跟我们解释 请大家留意的第十二节 开始用了这几句话 因为办这攻击的事 用了这个字 第十三节 他们从这攻击的事 这几个字叫攻击的事 攻给攻击的事 这是中文讲法 这绝对对 就carry一笔的钱 去帮助他们 供应你们的需要 但这个字 在原文的里面 是用个蛮特别的字 这边是说到 好像什么 好像 他用到这个字 就用下来叫做 OK 我直接把它翻出来 这个叫做一个敬拜的方式 或是祷告的方式 这个字用到litergy 意思是说 是一种敬拜的一种模式 或是是祷告的一种模式 换句话说 当你 当我 当我们教会 给出去的时候 我这样的职业说 就是一个敬拜 就是一个敬拜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认为 给之 做一些事情 No 这是一个敬拜 因为整个的 你做与不做 你做多少 给多少 是不是你的定义 是跟神交通的结果 甚至讨论的结果 整个的过程 是因为是一个敬拜 为什么你要跟他讨论 为什么最后你要顺服他 因为他是神 他是worship 他是worth你的ship 他是值得你去配敬拜他的 你是值得你 值得你配得你去顺服他的 原来当你这样的奉献的时候 你基本上 你是在做一个敬拜事情 所以这个字 在原来文字 我已经说过 这个叫做一个公开的 一个的敬拜 或这个事情的作才 是表明你对神的顺服 照神的话去做 所以保罗这时候 他这样讲的神学观念 他不是讲一些一般的道理 他也不是讲对我们的好 他说这就是一个旧徒的敬拜 我们敬拜有很多种 有敬拜赞美 我们今天早上很好敬拜 但原来弟兄姊妹 当你愿意给的时候 给神的家 给我需要的人 给贫穷人 基本上你再做一件 叫做敬拜 worship 然后在敬拜当中 干什么 当你给的时候 对神是一个敬拜 当你给的时候 让人看见 你所敬拜神 是怎么一位神 后面 这边讲一句话 这边会使别人 把敬拜赞美 这边说 感谢赞美归给神 那不要这么快 就把这个语文这样跳过去 为什么要用两句话 一个叫感谢 一个叫赞美 感谢永远是跟你的行为有关 比如说我给你一个东西 你说我给你 才过了一个众子 我给你几个众子 说谢谢 因为我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当我们给需要的人的时候 他们会看见神的作为 而且先上 对神先上感谢 当然是透过我们 因为你带去 所以 林娘堂谢谢你 某个人谢谢你 不过是因为看到作为 什么叫 这边所说的赞美 赞美是进一步的 是感谢这个人 感谢是因为我做一些事情 赞美是因为 我这个人所做的 是个人 让你知道认识我这个人 OK 这样讲 直接的 感谢是他的行为 赞美是因为他这个人 感谢是他的弟子 他所做的工作 赞美是因为 称赞这个人 是怎么一个人 感谢神 是因为神所做的 赞美神 是因为神是这么一位神 这完全从第十二节里面讲 因为所谓的 供给的事 这是一个worship 这是一个敬拜 所以这边再次提醒我们的 很重要 因为这些的事情 那不仅停在这里 借着我们所做的 我们在敬拜神 而且借着我们所做的 人从我们做的 认识我们所敬拜这位神 是怎么样的为神 第三个我要提提的是什么 这会使人 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具体的见证 请大家留意的是 这节的经文 第十三节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 得了凭据 知道你们承认基督 顺服他的福音 所以呢 这是讲什么意思 原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得了凭据 也就是他们可以 产生一个的结果 我看你这样做做 这个人我跟你没什么关系 我曾经过去没什么好处 但是你看到我需要 你就这样自动来 而且这样的热心的来帮助我 给我 所以我知道原来这样做 是神要你做的 因为神的生命在你里面 所以我感谢他 而且既然一个认识神人 他会有这样的反应 会有这样的感动 有这样的所谓的行为上的 一些的彰显 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的道理 我跟他更没关系 这样给了我 他也不期待我给他 还他什么东西 可能我真一辈子也还不了他 因为我是比较有需要的人 当他这样的做 这种神会这样做 不然倒过来 你所做的 一定会成为我的一个 叫做平均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相信 这种神才这样做 所以有一天 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我觉得既然 因为你成为一个基督徒 神会让你这样做 所以有一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 神也会要我这样的做 这叫平均 讲得更白点 就是当你去给受 你会成为那个人的榜样 你成为那个人什么榜样 成为这个人 那个真实的榜样 这个基督徒的榜样 这个人是真正的接受福音的 因为这个人是走在福音的 顺服福音的教导的里面 我觉得第一点 已经需要花蛮多功夫讲 其实这一点 其实更需要花功夫来讲 因为这是一个 我认为是保留 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 不要认为我们给那一点 或者帮助那宣教给一点 就这么的 在保留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产生那个影响力 是不得了的 所以当保罗提到这方面的时候 这边用句话 原来我们所做的 也会成为别人的榜样 成为别人的影响 你说给重不重要 单单我们从开始谈到这 这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这么给啊 给啊 多点给就好 No 这是一个新的超年 这是带这个见证神的一个敬拜 人可以看得见 可以敬得敬拜 但是我还是要回听到第三点来 这些东西到最后的结果 这样做的最后结果 是因着我们的给 让主的名得荣耀 十四跟十五节 你会发现十节的时候 先讲这边 就切切地想念你们 因着神极大的恩赐 在你的心里就想为你们祷告 如果你要说牧师你想讲我 我想这是合一 合一永远不是坐下来 讨历那件事情 我们有个所谓共识 合一永远是一个生命的交流 如果合一是人可以弄出来的 就不用以福所说 你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何为心 合一的心 It's not in your mind It's in your heart 而且这是圣灵的工作 你肯给 是圣灵的工作 有能力给 是一件事情 有没有 有能力给 肯不肯给 那另外一件事情 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你有能力给 是因为你知道 这是从神来的 你有能力给 而且给的越多 你也知道 这是神的同在 我说不仅是金钱 包括你的财干 包括你的所谓的恩赐 这就显出神极大的恩赐 这个字是很有意思 叫做 surpassing surpassing grace 是讲了恩典 原来在台北凉堂 有这么多的恩典 因为每个人给的 都不一样 而且每个都肯给 这个给财务 这个给力量 这个给时间 绝不起来 我还是说 弟兄姊妹 让我们进到 让我们进到教会的服侍 我们要进到教会 有许多的平台 而且这些平台 是要帮助我们 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 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万华 那个我们的一个福音中 一个福音的 我不是福万华 福音中间 龙山寺底下那个 你还没去逛过的话 我真的觉得你要去逛一逛 因为到一个 我回来听到童工说 那个 上面 上面是龙山寺 B1是那个捷运站 还有那个就是算命街 还有饮食街 那底下B2就是我们 还有其他一些店家 那个算命的 跑来跟我们B2的说 你们怎么也搞算命 抢我们的生意 我们用福音签来算 那问题是我们不用钱 所以很多人算命 就不去那边算 就跑到我们底下这边算 原来你们基督徒也搞这个 我们是里面 然后我们就跟你抽一个福音 一节经文 我们就用了经文来告诉你 我们不是跟你算命 我们是告诉你 神在你的生命里面 祂的规划是什么 听到这些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这不是我想到的 第一个在那边开个 开个事工就不我想到 而开成这个样子 也不是我想到 这是什么 就是说恩典 这边用到这句话叫恩赐 合一是一个 然后显出神的丰富 当然这些年龄 我们跟以色列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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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ther Eiton 他们在一起 当然我们有些的资源在治他们 不过很感谢主 我也跟他说 你要为我们祷告 因为 从属于那里讲 你是我的兄哥哥 以色列 我们是外邦人 我们是你的弟弟 你一定要祝福我们 我真的觉得这两三年来 我们教会有很大的突破 萌生的恩典 特别从长死来的恩典 临到我们 所以慢慢慢慢 我们也有这个恩膏 我们开始发展一些事情 不再只是跟着别人做 或是学别人做 我不是说 这不是跟着别人不好 就是说原来我们可以做一些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何等的丰富 但我想第三点圣中 这是十五节 感谢神 因祂有说不尽的恩赐 请大家一定要留意 极大的恩赐 跟说不尽的恩赐 这两个字 在原文字是不一样 前面那个 叫做极大的恩赐 是讲到grace 所以passing grace 这边是讲到什么 说不尽 describable gift 礼物 给翻成 后面那个字翻成礼物 前面是神这么多的恩典给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恩典 能够服侍别人 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而且能够让人看见 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丰富 但是在整个的教会往前走 不论神把我们的教会 带到哪一个地方 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有更多的资源 有更多的事工的时候 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我们有这些 能够做这些 能够见到只出一件事情 因为神把一个叫做说不尽的恩赐 叫做说不尽的礼物给了我们 所有的 我碰到的解经压都告诉我 保罗是讲 不是讲一个恩赐 保罗这样是 一个叫做 也不是讲恩典 保罗是讲那位 给恩典 给恩赐的 那一位 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这是神给我们 给人类 给我们 给台北洋 最大的礼物 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我一定要彼此提醒 当我们有很多事工 很多服饰 跟很多的餐饮的时候 不要忘记 我们能够做这些 如果是机会 因为是主耶稣的缘故 我们有能力做这些事情 也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是主耶稣的缘故 所以看到这么好的果效 这么多的果效 我们有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把荣耀 归给主耶稣基督 你就发现 你给会越给 越喜欢 越给越喜乐 因为神喜悦 这样的给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站起来 主啊 再次来恩待我们 主啊 这是你的教会 是因为你给了 把你自己给了我们 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里 是因为你自己给了我们 而且你住在我们的里面 今天我们才有这样的生命 才有这样的心肠 才有这样的眼光 成为一个可以给的人 主啊 继续充满着教会 主 当你充满教会 我就真相信 我们真想 你有更大的丰富 临到我们 你有更大的资源临到我们 你有更大的恩典力量 临到我们 但总让我们相信 不论我们带出 多少的服事工作的果效 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但我们总知道一件事情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单单是因为你 都是你 恩待我们 我们的大导团队 今天有个特别的领受 神准备在你的人生上 画一个彩色的图画 但是常常我们发现 这个图画是 我们经历的是一个黑白 是在于一件事情 在于你抓住自己 用自己的想法 来面对来处理 所以从某一角是蛮单调的 甚至从某一角这样子 你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 你我需要学习 在神面前是一个破碎 因为你愿意把自己给神 在人缘当中 你是一个所谓的给 因为你愿意用爱 用具体的爱 成为祂的关系 你跟牧师我好累 牧师我好多事情 牧师其实我的志愿也不多 不然 刚刚你说的 我不是要跟你 争论 但我还是说 就是你有五饼二鱼 你肯给吗 在教会有许多的 可以参与的 你肯参与吗 我不是比较多少 乃是在提醒 我们是否有个给的信 我真相信 这十年来 今天我讲这个 我相信 当然我可以举更多例子 我不是在那边讲个道理 我是从信里面讲 如果你真要得到一个蒙福的人生 我天天为教会祷告 如果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 就是一个不断的给 甚至多我们能够负担的给 我就相信 神会把格外的 更多的 更多用来多多的加给我们 好叫我们的丰富 不仅能够成为有需要的帮助 好叫我们的丰富 能够成为神的见证 把自己给主 所以等下唱首诗歌的时候 如果会有这样一个挣扎 起码先做一件事情 来到主面前 跟主说我要把自己教会 所以你需要我们跟你一起来祷告 唱首诗歌的时候 你可以到前面来 我们同工会跟你祷告 然后再看看 神怎么带你一步步 怎么更多的 把自己给主 交托给主 仰望主 作为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身上 有一些肿瘤的 或是蛮严重 不论严不严重 你有这个肿瘤这方面 我相信神今天 也要在你上做医治的工作 当然还不要需要 也可以到前面来 我常常说 我们的领受是这一部分 但神 真的祂知道的 祂我们预备 是朝我们所想所求 所以当出来的时候 找个地方 在那里我们会导致 出来的时候也不要把东西留在椅子 免得丢路 也不要站在走道上 可能后面还会有人出来 使得这样的爱 已经临到我们 不仅因为你的工作 我们明白你的爱 让我们依靠你亲近手 我们更能够感受到 明白这样的爱 是何等的常过高深 是没有条件的 是没有仔细的 是没有改变 而且是丰丰富富的 对吧 心情的百姓 心情的儿女 心情的教会 在这末后 每个人都在 争自己的需要的时候 让教父显出 是一个爱的教会 是一个给的教会 是一个你来做主 是你的彰显 是你可以透过你的教会 成为一个地的需要 的祝福的教会 他站在前面 利用准备交战的手中 今天你不仅来满足 我们的需要 主也在我们身边 做到改变 让他们的信心 再次被提升 让我们的信心 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也让我们每个人 我们不仅有这样的信心 借着我们愿意 更多的给 一个新的领受 一个新的明白 让我们的信心 也能够有个 更大的突破 主我们要分开了 求你要保守 分散你的脚步 所以当我们 从这边离开的时候 愿我主耶稣 就恩惠天父的慈爱 圣灵感动交通时的 公义和平和喜乐 常常与你们 众人同在 从今天 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我们感谢主